弟子已经洗肾又两年了 伊斯基学佛有人一直表示 若不洗肾会死 甚至说洗肾不在老法师 是医药不能延长寿命的说法之内 弟子对上述的说法一律甚多 请问不洗肾就会死吗 洗肾改进健康就能活吗 在佛法里不是这么说法的 不是说医药不能延长寿命 寿命是有一定的 是有定数 你们看看了凡私讯 你就明白了 但是佛法不是序命论 佛法讲的寿命依旧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佛教人 修三种布施 得山三种善果 我们修佛的人 对这个要相信 不能怀疑 佛说 财富是国报 你命令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令没有 求也求不来 所以你何必去求求呢 如果命令没有 现在可以修 怎么个修法呢 修财布施 你要布施啊 布施是因啊 得财富是果 越施越多 明天 我们的华严经 会讲到啊 菩萨 十种布施 这是华严经上说的 古报不可思议啊 聪明智慧是古报 法布施 喜欢修法布施 你得聪明智慧啊 那也许人家问 我都修都常常修布施 为什么古报不能献钱呢 我也有过这个疑问 我请教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告诉我 他说你修 因果不能献钱 他这当中啊 有障碍 这业障碍啊 障碍除掉之后啊 果报就献钱了 所以对于因果报应呢 你要深信不疑 那个障碍是什么呢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 看到师尊 常常给我们讲的 三重障 严重啊 这三重障 我们想想啊 自己统统有 第一个是傲慢 第二个是嫉妒 第三个是贪欲 贪民 贪利 贪财 贪私 甚至于学佛 贪佛法 贪功德 都是当然啊 你只是换对象而已啊 你并没有断贪心啊 所以贪佛法 贪功德的时候 功德都不能限起 都是障碍 所以你要是 把这三种障碍除掉 这个果报很容易限起 真的是感应到脚 第三呢 健康长寿是果 无微不失是因 那无微不失是什么呢 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你很乐意去救他 去帮助他 化解他的恐怖危惧 这个叫无微不失 得健康长寿啊 那么你们注意想想 现在搞恐怖组织 让全世界的人 都生活在恐怖不安当中 他会得什么果报 不但这一生呢 他得短命果报啊 他这个威胁别人 是深深适适 在地狱 整个轨道 他不容易出来啊 那么发明原子弹的 造这些 这个化学武器 也是让全世界人 都不安 都生活在恐怖当中 所以你一度佛经 你就晓得他 果报在哪里 所以这个信心 决定一起 你有病 不要常常想着病 你常想佛 你看这个山西小院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因为他们的病啊 已经到了不能医治了 医生给他宣布 顶多只能再活 一个月到三个月了 所以他们也 把这个求 身的这个念头啊 放下了 一心念福 求生尽土 没想到呢 越念 好像身体越好 病痛没有了 啊 念上三个月 五个月才去检查了 他癌症没有了 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意念把它转变了 这个道理 诸位看看 日本将本身 波斯的水试验 你会得到启示 啊 这个意念呢 把你身体里面的 有核细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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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是 病菌的这个细胞啊 他统统把它 恢复 健康的状况 啊 这个不是用药物 啊 这是用意念 啊 这是真的说是精神治疗 哎 他并没有希望我活 啊 我只希望念佛求生进土 你寿命没有到 啊 他自然的病就好了 啊 所以纵然是寿命到了 求长寿得长寿 啊 啊 了凡先生 没有求长寿 但是他寿命延长了 啊 算命先生算他只有53岁 他活到74岁 啊 延长了21年 啊 三个期 啊 这个 这像这些这利盾呢 太多太多了 啊 只要你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 啊 无论在财富 在这个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你都可以得到 啊 不能怀疑 啊 怀疑 你们有信心 那你求就求不到了 啊